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1200块钱的stumulate pay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叫做single啊 1200head household也是1200married couple 2400 然后一个小孩子呢是500 包括17岁以后就没有了 然后自己的父母和自己一起报税 如果你的父母作为这个你的dependent的话也没有啊 也没有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1200块钱呢 现在已经有些人收到 有些人还没有收到 所以说呢很多人很着急啊 很着急老是在问 为什么别人都收到了我没收到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啊 这个东西呢有些人是拿不到的这个钱 有一些人是拿不到的 so this group that has been left out 下面这几种人呢是拿不到这个钱的 拿不到这个钱 一 students ok students超过17岁以上的学生是拿不到这个钱的 如果 你和你父母一起报税的话 你超过17岁以后 听不到声音吗 我看看啊 别人声音很正常呀 别人能听见吗 别人别人能听见吗 我这音量放得挺大的呀 什么原因呢 宿宁是你听不到还是所有人都听不到 ok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有几种人是拿不到这个钱的 第一呢 是这个超过17岁的学生啊 超过17岁的学生 和父母自己一起报税 那你是拿不到的 那你要想拿到怎么办呢 那你就单独报税了啊 自己要有收入 自己单独报税的话 是可以可以拿到的 所以现在这个 我这个这两天呢 收到很多这个客人的这个 呃 这个电话说 哎 给自己的孩子报 有点税什么什么 啊 这个临时报 佛教是不行的 临时报佛教是不好的 不行的 第二种人呢 叫 oldly elderly people 和disabled people 啊 这个 cine citizen 如果和自己的小孩子一起报税 那他们是拿不到的 如果他们自己单独报税 啊 most cine citizen will qualify for check the exception 都是 claimed as a dependent by the children of someone else 如果你和你这个 没声音吗 奇怪啊 我这个都挺好的呀 没看到有关闭了很多东西啊 有没有人能听到的 啊 有人说能听到 啊 OK 好 没气 下我一跳 主席呢 老年人如果跟自己的小孩一起报税 你是拿不到的 好吗 嗯 另外呢 disabled adults are eligible for student check as long as no one else claim them as a dependent 啊 这个有障碍的 有残疾的这些人呢 他们也可以拿到这个钱 也可以拿到钱 这个 今天我听看到电视说 这个很多 很多人都去世两年了 还收到这个1200块钱的支票 不服这个子女怎么办呢 直接说自己可以 可不可以去把它cash掉 可以的啊 这一次 如果你家里面有人已经去世啊 这个系统现在已经乱了 啊 这个这个支票呢 是RIS给大家的 是RIS给大家的 这个钱是从这个什么 dependent 或者tracer 但是呢 这个这个很多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昨天又收到这个支票 所以后来他子女打电话问 所以说这个支票 他们可不可以拿去把它cash掉 说可以啊 所以这次这个政策 啊 很滑稽的 非常滑稽 所以呢 这个啊 你老年人如果跟自己的小孩一起报税的话 是拿不到这个钱 啊 上面的 immigrant 如果你有HRB签证或者LR签证 只要你有social school number 一般来说 你是可以拿到这个钱 但是呢 有一些拿旅游签证的 啊 not resident alien temporary worker and immigrants in the country illegally are not eligible not eligible OK 大家挺清楚了没有啊 这个HRB LR签证的这些呢 能拿到的 好吗 这些可以拿到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社会安全号码 原则上讲是拿不到的 可以拿不到的 那2020年出生的小 baby能不能拿到这个500块钱 Parents of a baby born in 2020 will have to wait until next year to receive the $500 payment for the child 这些新啊 新出生的这些小孩子呢 的明年啊 2021年报 2020年睡的时候呢 可以拿到这个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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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和50000本身就是2020年的一个 这个tax credit 所以 持拿 早拿 都会拿到 但如果你的收入太高 虽然这次给你了 但是呢 明年报税的时候 多退少不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了他的要求 虽然说他这次给你 但是呢 你要 明年的话 要退不起 另外一种人拿不到 叫 I employed half-age earners people who earned more than $99,000 last year but who are I employed and 2021 will be eligible to receive this check ok 高收入的 呃 这些员工 然后呢 今年又没上班了 这些人拿不到这个钱 这个拿不到这个钱 ok 因为呢 low income people who didn't file tax 这个低收入这些家庭 低收入这些纳税人 他们没有 这个过去几年 没有报税 这些人呢 是拿不到的 拿不到这个钱 low income people who have not file tax in the past two years are are eligible 按理说是应该能拿到 for a check but millions of them wont be get a check until they need to take another stake 这个税务局现在网站上 出台了一个 新的一个 这个apps 你把你的信息 输进去 可以拿到 可以拿到 嗯 比如说低收入家庭 啊 单身害收入低于12200 家庭的收入低于22400 这样 按理说你是不用报税的 好吗 你是不用报税 但如果你报了以后呢 你就能拿到这个钱 好吗 如果你没有报 怎么办呢 你到这个 is的网站上去以后呢 它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填一下 按你的这个 啊 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情况 解释一下 至于你自己的收入不够 所以你在过去两年 这么一报税 所以这次呢 把这个情况说清楚以后呢 一样的能拿到这个钱 一样的能拿到这个钱 好吗 啊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啊 if you receive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you will all say social security recipients will automatically get a stimulus check 啊 这个拿退休金的这些人呢 不管你有没有报税 都能够拿到这个钱啊 都能拿到这个 一加二和六百 啊 因为这个 social school administration 直接跟税务局对接 好吗 啊 拿退休金的人 可以拿到啊 这次可以拿到 所以呢 这次呢 is has set up a web portal that will allow them to register for students check OK 现在税务局在网站上面 设计了一个这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面 你只要注册一下 那你虽然说 哎 我收入不够 我只要在里面注册一下 我就可以啊 可以 你拿到这个钱了 或者说 你的收入没达到 这个 报税的这个 这个这个要求 那你要在里面注册一下 哎 因为我的这个 收入不够 所以说我没报税 等等等等啊 这个通过这个平台 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吗 如果你以前 报税的时候呢 是 啊 让他们寄支票给你 你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 把你的银行账户 放进去以后呢 他可以把这个钱 打到你账户里面去 所以啊 这个这个 这些 Porto啊 这些Porto啊 都都非常非常的好啊 大家可以 空腹地利用一些 这个 这个Porto 啊 下个星期 这个餐议院 出台的另外一个 这个方案啊 这个这个方案呢 特别对于 啊 超过17岁以上的小孩子 还有老年人啊 这次 可能一个人 能拿到2000美金 嘛 能拿到2000美金 这个方案呢 现在这个这个 这个有两个参议员 提出来以后呢 国会真的讨论 估计下个星期会通过 通过以后呢 又有多少呢 又有1500 2500亿美元啊 又有2500亿美元 这次呢 由于这个 资金不够啊 有的银行动作很慢 搞得这一次呢 很多人都没拿到 没拿到 你像 你像back american 他们动作比较快 所以同样 我们有六七个公司呢 我们给back american PPP 今天已经打电话说 再提供一些 普通的材料 PNC呢 今天给我们 发了一封信 说 这个这个 虽然收到了 我们的这个 PPP的申请 但是呢 由于SBI 已经在他们的网站 说这个这个 钱已经用完了 所以说 让我们这个 等等 在等待 所以从这次 这个这个 这个补贴的这个角度 可以看出 哪一个银行好 哪一个银行坏 坏的话 他们他们不关心 你 你像什么 wellsfargo 但是不不接收 不接收新客户 PNC一样的 PNC一样是代理部里 所以 通过这次事件呢 我们可以 你呢 决定以后 我们到底用哪一家银行 比较好 用哪一家银行 对这个事情呢 我们这个 说一下 那有五种原因 有五种不同的原因 可能你这次 没有拿到你的钱 哪五个原因呢 第一 You didn't get a federal refund in 2018 2019 OK 你的钱该拿 但是还没收到 懂不懂 今天我这两天 收到很多电话 在询问说 我朋友都拿到这个钱 为什么我没拿到 为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 我查了以后呢 说说这个 这个那个原因 因为他一天只能出 就那么多人嘛 他要处理嘛 据说他们要在 4月30号之前 把这个1000 的支票发完 所以呢 大家不要太着急 好吗 下个星期 一定会拿到的 一定会拿到的 那有些什么原因 可能造成 你没有拿到这个钱 该拿 没有拿到这个钱 B You didn't get a refund Federal tax refund in 2018 or 2019 OK Even you found 2018 2019 tax retain electronically That does not mean IS can do a direct deposit the money into your backen account 虽然你2018 19年的税 你都已经报过了 但是呢 你没有提供 你没有退钱 你要交钱 OK 一般来说 退钱的时候 我们放一个 银行账户 哪一个银行 这个 Count number 是多少 Ruant number 是多少 这个号码 一旦放上去以后呢 税务局会自动 把钱退到上面 但如果你是交钱 那税务局不会自动的 把那个钱 打到那个上面去 这个很 很奇怪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So the IRS is not used back and account information it may have used to withdraw from your account if you own money 如果去年前 你欠税务局的钱 然后你让他们 在你账上拿钱 按理说 他应该有你的炸货 但他就不把这个钱 打给你账上 很奇怪啊 这个很奇怪 谁也说服不了 就是这样一个规矩 所以如果 你还没拿到钱 有可能是因为 你2018 2019年 你交税的时候呢 你是交税 不是退钱 如果是退钱的话 很快 应该能够收到 第二个原因 you refund to an old bank account 税务局的记录上 我们经常会有 不同的账号 有的用 今年的账号 有去年的账号 经常变 经常搞错 那有可能 税务局 记载的 你的银行的信息呢 可能是一个旧账号 懂不懂 一个旧账号 So you're If you didn't receive a refund in 2019 or haven't done found yet I as well used back and call information used to send and refund for 2018 也许你的账号 已经变了 2018 19 你用不同的账号 这样的话 没有办法 税务局 没有办法 能够知道 你有一个新的账号 你要自己 变了账号以后 你最好要去 税务局的 那个平台上面 去 注明一下 你名字叫什么 叫什么名字 Share号是多少 你的银行账户是多少 等等 这些信息要输送给他 所以这是一种原因 你可能该拿 没拿到 所以我下面讲的 这五个原因 都是因为 该拿的 但是没有拿到的 该拿的 没有拿到的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 如果你去 你用Turbo Tax 或者用HR Block 打到你的 以前 在HR Block 或者Turbo Tax 报税的时候 放到那个上面 所以 所以要去查一下 查一下 你去年 到底是怎么 怎么弄的 第四个原因 你可能 你2019年 虽然你的数已经爆了 但是呢 你不是 Electronic 你是Paper 这样的话 有可能你还收不到 Most people 发Electronic But some still Send Paper Returns 很多 虽然 现在大家都 大部分人都是用 这个线上提交 但是呢 相当一部分人 还是用 寄 邮寄的办法 你知道邮寄的办法 有什么好处吗 邮寄的话 被查税的可能性 很低 所以很多人 他知道这个原理啊 这个是税务局传出来的 知道 如果我税表寄过去 被调查 或者查税的可能性 很低 所以有一帮的人 他每年 他死活不去 线上提交 他一定要寄走 一定要寄走 这种人呢 被查税的可能性 很低 为什么呢 Electronic 发以后呢 电脑在里面 做各种各种各样的 那个判断 发现你的这个 成本 被同行的多出来很多 或者你的收入比 去年少了很多 在做一些数据的 这个match 做一些 如果发现你的这个 你的数据跟行业标准 相差很大的话 你会Red Flag Red Flag的这个税表 然后呢 他后来 一年拜托以后呢 他不忙的时候 他就过来 再查税 但是一般来说 如果你寄走的话 很少被查税 很少 或者除非有人告了你 一般来说 我们不会 这个这个 寄过去 现在我们相当一步 客户 他 他从来不去 不去做这个 现场提交 他一定要 让我们跟他 做完以后 反应出来以后呢 我们签完字 自己在签完字以后呢 从寄走的办法 这种办法呢 相当的 确实是这么回事 如果 你2019年的税表 你是做好了 但是你是手动的 寄过去的话 那对不起 你这个钱肯定 反正还拿不到 哇 还拿不到 第五 You ain't normally required for tax return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自己 没有去报税 其中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的收入 没有达到 我们单身 还要一万二 一万两千二百 夫妻两个的收入 一定要达到 两万四千四百以后呢 你才要去报税 第一这个数字呢 是不需要报税 但是呢 由于你没有报税 其中的原因 没报税的原因 是因为你过 你的收入没达到 这种可能性 主要你应该 拿到这个钱 但是呢 有可能 你的支票 这个税务局 搞不清楚 税务局搞不清楚 所以一定要登录到 他这个平台里面 对你这个信息 做一些革新才可以 做一些革新 所以这几种原因 这两天特别着急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朋友收到了 我没收到呢 有几个原因啊 就刚才我提到五个原因 另外呢 还有他的处理数据啊 等等 这些东西呢 也可能是 人数来不 人数不够 数据也是在家里面 这个IS的人 也是在家里面上班啊 他在跟我们一样 也是在这个家里面上班 你们问的问题 我等一会会会 一一做一回答的啊 我们先来把这讲了 那对于收入的要求 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单身汉你的收入啊 不能超过七万五 超过七万五以后 七万五到九万九十几千 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你的这个 这个一千万会慢慢的降低 你增加一百块钱的收入 你这个这个一千万支票 会减掉五块钱 一直到九万九千美金的时候呢 你就一分都拿不到 对于这个户主来说 你的收入超过一万一 十一万二千五百以上 那你这个这个支票呢 会慢慢的递进 一直到你的收入 达到十三万六千五百的收入 你就拿不到一分钱 昨天我这个 看到我的账上 我们只拿到六百多块钱 因为收入比相当的比较高 一 夫妻啊 两个人的话 如果你的收入啊 不要超过十五万美元 应该都能都能拿到 啊 这个从十五万到十几万八的时候呢 这个支票慢慢的会降低 一直超过十几万八以后呢 一分钱都拿不到 好吗 啊 小孩子 no limit to how many children under age of 17 有多少个小孩子没关系 但对年龄有限制 超过十七岁以上 你就拿不到这个钱了啊 拿不到这个钱 哎 刚才我说过 每增加你的收入 每增加一百块钱 你的这个退税呢 会降低啊 降低五块钱啊 降低五块钱啊 收到的这个钱以后 明年报税的时候 要不要交税呢 不用啊 这个是拿tax保证卡 那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拿tax保证卡 下面呢 我这个准备了一些客人 已经在这个开始之前 已经在问我的一些问题 我能一一做一回答 好吗 第一个问题 这个 how large will be the payment 刚才我说过了 一千二五百 第二个问题 how many payment will be received 啊 你到底我能收到几个支票 就一个支票啊 就一个支票 不管是今年拿还是明年拿 就一次啊 就一次 不会让你 除非国会后来发现 这个 这个钱不够啊 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 还不够的话 那有可能还发第二个 在目前来说 啊 这个这个stimulate check 只能拿一个啊 只能拿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啊 问题是这个 is there a place i can check to see where my stimulus payment is going to be when it will be arrival ok 这个 有没有一个地方 我可以去查一下 我的支票在什么地方 什么状况 有 有一个这个平台啊 这个这个 ris的网站上 有一个平台 叫可以去查 这个支票到底去哪里 所以以前我们这个 退税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地方呢 where is my refund 报完税以后呢 算下来要退七千美金 那到底钱退到 什么地方去了呢 你可以到网站上 进去查一下 查的时候要什么条件呢 第一 你的社会安全号码 一定要要要 第二 你该退多少钱 这两个数字 一定要记下 这两个数字 记下来以后呢 出进去以后呢 一点 一点提交 马上就出来啊 你的支票已经跟进了呀 或者你支票 还在处理之中啊 等等等等啊 非常方便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how do I know if I will get four amount 我怎么知道 我能拿到一千二 或者是五百 这个刚才我说过 按照这个 这个收入的上限 来算 下一个问题 college student get anything no college student 这次拿不到啊 这次大学的学生 这次是拿不到一个钱 拿不到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 what year's income should I be looking at 你要么用2018年的 要么用2019年的 哪一个对你划算 用哪一个的 哪一个划算用哪一个 这个问题呢 大家要多 下一个问题呢 what if my recent income made me ineligible 万一我最近的这个收入啊 是我这个拿不到这个钱 怎么办 but I anticipate being eligible because of the loss of income in 2020 比如说你 19年年的收入 太高了以后 拿不到这个钱 怎么办呢 我2020年 由于这个肺炎的影响 我的收入价格 do I get a payment 我能不能拿到这个钱呢 他的答案是 the plan does not help people in the second state now but you may benefit once you buy a 2020 tax 如果你去年赚的钱 比今年多 2018年的收入 比2019年的多 那我尽量地 把2019年的税 报出来以后呢 再去申请 哪一个对你划算 用哪一年的税表 2018年和2019年 这两年的税表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下一个问 where or when I have to apply to receive payment where I have to apply for receive this payment 我需不需要 全门专门器申请 不需要的 不需要专门器 if the RIS already has your back information they're going to direct the deposit to direct deposit 下面一个问 what if any direct deposit has changed 如果你的这个银行 变了以后呢 你要去 数据的网站上 去改一下 才可以 when will be the payment around 什么时候能 拿到这个钱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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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nment has started shout up in the bank amount of the 17 17号呢 是头一天 那么 这个可以收到这个钱 17号已经开始收起来 下面一个问题 what if I haven't fired tax written recently would that affect my ability to receive payment it could be 如果我过去两年 都没交税 能不能收 我的这个退款 能不能收到影响 肯定会 肯定会 所以18 要么18 要么19年的税 有税表一定要做 你用明事就做 可以跟我们联系 帮你做 帮你做 when most people who are receive social school retirement and a disability payment each month also get a student check 就说已经拿退休经历 或者拿那个 这个 残疾人补贴的 这些人 能不能拿到 这个钱 也可以拿到 也可以拿到 下面是 when eligible and unimploned people get those steam check 如果已经失业了 以后 能不能拿到 这个钱 也可以拿到 when US citizens live abroad 美国公民住在国外 能不能拿到 这个钱 也可以拿到 只要你有 social school number does not matter where you live 不管你住在哪里 无所谓 下一个问题 if my payment does not come soon how can I be sure that I wasn't misdirected 如果我的支票 还没到 我怎么能肯定 没有这个 记错 ok 所以呢 所以这个 售物区呢 现在 去 开发了 这个 在线的 这个工具 你可以登录 以后呢 可以调 可以查询 你的所有的 一些叫 All-line tax tool 可以 用这些 这个在线的 一些工具呢 去了解 去变更 你的个人信息 银行账户 等等 so I have to pay income tax on the month on the month 收到的这个 不管是1200还是500 这个钱要不要明天交税呢 不需要的 这个是 not tax part 这个是不要 不用交税的 if my income tax reform are currently been garnished because student loan default when this payment been garnished as well 就是说 你现在 学生贷款 这个钱 你还不了 能 这个会不会 这个动作 会不会影响 你拿一千 不会影响 但有一点 如果你在 目前正在付 那个 charge support 你这个 这个 这个美国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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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的父亲 肯定不一定 不一定是同一个人 那你如果你欠这个 charge support 那他们会把这个钱 拿去扣 所以这个 总而言之一句话 这个钱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钱呢 是我们 2002年 2020年的一个 tax credit 我们08年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08年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拿过 这样一个支票 曾经拿过这样一个钱 但是目前 这个钱呢 是我们2020年的 tax credit 所以你现在拿不到 2021年 报2020年税的时候 一定会给你的 即使给你以后呢 明年报税的时候 多退少补 竟然拿多了以后 退回去 去年拿的不够 会补回来的 所以这个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 这个steamless payment 是2020年的tax credit 是一个tax credit 所以这个钱 大家一般都会拿到的 都能拿到的 所以这个 大概我的这个汇报 讲解 就关于这个 1200块钱的支票的问题 就说这么多 下来呢 可以回答一些 大家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大家很多人 打电话在问嘛 不如刚才一起 这个统一给大家 讲解一下 统一讲解一下 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一些问题 我是符合标准 但还是还没有收到 我2018和19年 都用的是tubo tax 报的税 而且这两年 都已经收到了 reform 而且我们是 已经打到账户了 而且也不是 从reform里面扣除 而且银行账户 都是一样的 我说的这五种情况 都不适应 那你下个星期 会拿到这个支票的 明天还有讲座 明天有讲座 Original IS 这个就是 对对 没错没错 这个Lin 你收到这个钱 就是这个1200 你收到1937 不知道你几个小孩子 等等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说的 这个1200 Lin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这个1200 没错 另外这个 小林说 如果说是因为 Can't determine the amount 不会的 不会 数据 不会 还有一套公式 算一下 就知道 该给你付多少钱 不会因为说 他们没办法 确定金额 没给你给钱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小林问 我想问一下 我申请了SBA的三个礼拜 到现在没结果 这个很正常 前一周有信息发出来 发出来 又没有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整个都 整个系统现在太坏了 我不是刚才告诉你 有的人客人 有的这个纳税人 已经去世了两年了 他们就收到了1200 这个整个系统 现在是乱的 所以说呢 你这个还没收到 没收到这个钱呢 也不要太奇怪 也不要惊奇 好吗 这个是 比较乱 比较乱 这些收入局的人呢 都在家里面上班 所以说呢 肯定会有些错误 错误 大家不要着急 不要动被判了 这个钱 面包会有 土豆会有 面包会有 那就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我们也不是说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也不是差了1200块钱 就开不了锅什么 这个意思 这个1200块钱 这两天这个问得人特别多 这个收入局的意思呢 在4月30号之前 会给大家都发过来 如果你以前 报税的时候呢 让这个收入局 退支票的时候呢 寄到你家里面的房 这种肯定很慢 肯定很慢 最快的办法呢 就是direct deposit 把你的银行账户 给他以后呢 直接给你放在上面 就完了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关于这个 1200块钱 Steam的check的问题 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 不用着急 很多人着急都不得了 两个小孩 什么意思 两个小孩的收入低于10万美金 我们明白你的意思呢 你再说清楚一点 你说你们家里面总数是低于10万美金 还是什么意思 这个取决于小孩的年龄多大呀 等等 这些因素都有关系 很多因素有关系 你收到那个钱 就是这个钱 Lin 你这个 你取决于你是 什么样的一个报税状况 你是付其合报 还是这个互助 这个具体情况 我们不知道 这个不好回答 你收到的 那个1937块6毛五 就是这个钱 上面写的是 Rs Tresure Return CO Entry Disaster Disaster Tax 都是减写 都是PPT 等等 都是这个 就是这个收集的钱 就是这个钱 有没有别的问题 你该拿三千四 拿了一千九百三十七块六毛五 是不是 你的收入 这个取决于你的收入 是什么样的收入 这个挺复杂的 不是很简单的一个计算 如果是这个 Return 如果是大工挣的钱的话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这个 Passive income 你去用钱赚的钱 我们所谓的投资收入的话 有可能会影响你这个 收入的多少 会影响你这个金额的话 所以下来 具体的这个了解一下 这个 家庭情况我们不了解 怎么样去问啊 怎么去问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到收入去 不过现在打一个电话 三个小时 就不一定能打通 你打电话到收入去 问一下 我该拿三千四 为什么是给我一千九呢 这个这个是 是什么原因 这个按理说 如果你是 W2收入 不会呀 不会扣你的钱 我们家的话 算下来 才拿了六百多块钱 我按理说 我也能够 我夫妻两个 两千四 再加我儿子 是五百 应该拿到两千九 但我是当然拿到了六百 他这个计算 比较复杂 取决你的收入 什么样的收入 等等 小孩子家庭 这个这个 这个规模大小 很多的东西有关系 小林说 我2019年的税 还没有报 不会影响 不会的 只要你一八年的税 报了以后呢 就不会影响了 一八年的税 你一报就不会影响 有没有别的问题 大家 在最后问一个问题 我们就 你朋友 得到了一个什么零啊 零是什么意思 我的朋友 也得了零 你打错了 对 看他的情况 什么情况 你说我的收入也不高 但我就拿 真的收到六百多块钱 自己还在算 为什么拿到才六百多块钱 所以这个 有很多因素 有关系啊 数学错误 数学错误 跟你情况一样 只拿了六百 那就奇怪了 那就很奇怪了 TPP呢 估计新一龙的拨款 马上会到 请问大家不要着急 好吗 这个 小杜 你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申请纽约 申请失业保险的问题 关于问一下 关于申请纽约失业救济金的问题 可以在这次讲座咨询呢 这个我们下来 专门有讲座 OK 今天差不多了 这样差不多了 周末 大家回去找一点休息 好吗 我等一会把这个 今天的讲座 发到这个YouTube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吗 OK 谢谢大家 明天下午再见 明天五点钟 明天五点钟 谢谢大家